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 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刚刚一则消息传来 让关注林书豪 竹梦NBA道路的球迷不经心生担忧 因为根据NBA知名记者Adam的报道 最近几日没有出现在人们视野的林书豪 原来是在最近跟NBA发展联盟的一支选拔队在一起训练 而这支球队在本周将会进行比赛 林书豪有可能会披挂上阵 这不免令人唏嘘不已 作为曾经掀起林疯狂的林书豪 如今却要发展联盟 寻求表现机会 而也似乎预示着林书豪的重返NBA的道路正越走越窄 或许他已经难以重回NBA了 林书豪为了重返NBA 做了很多的努力 他拒绝了再次深批北京鸭战袍 征战CBA 在中国享受全明星级别的待遇的机会 而选择为重返NBA做出努力 这几个月来 他努力训练 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训练动态 甚至还和库里等勇士球迷一同出现在训练场 也引发了人们的很多遐想 但是 随着之前勇士大名单已经人员 满额以及如今冰冷冷的现实到来 林书豪大概无缘重返NBA了 然而更加令人觉得可惜的是 他的CBA后路似乎也已经被斩断了 由于失去了林书豪 北京队寻来了上个赛季 效力于江苏的乔纳森 吉布森 作为球队的小外援 而吉布森也不负众望 在目前出场的10场比赛中 场均可以砍下24.9分 4.6板 3.9助攻 而这仅仅在29.2分钟的上场时间里取得的 而且他在进攻端的效率极高 三项命中率达到了51.8% 41.7%以及93.8% 妥妥的180俱乐部 与林书豪的高失误率不同 吉布森展现出良好的控制失误能力 场均仅有1.3个失误 要知道这还不是吉布森的平均水准 在效力北京之前 他在CBA待了5个赛季 每个赛季场均都能得到30分以上 最夸张的一个赛季 当属15至16赛季 那时他身批青岛战跑场 均轰下42.0分 可以预见的是 等到吉布森和北京队的其他队友 多打几场比赛 熟悉了球队打法之后 他将能够将他的场均数据变得更加华丽 在进攻端上 吉布森明显优于林书豪一当 虽然防守端不如林书豪的好 但如今拿出如此亮眼的发挥 也完全想不出北京队会为了赢回林书豪 而选择裁掉吉布森的打算 因此 林书豪很有可能迎来极为尴尬的处境 那就是NBA大门对他彻底关上了 而曾经被当作后手选择的北京队 也找到了合格的替补 虽然这样子的竹梦无果 确实令人感到难过 但希望林书豪不要再度产生自我怀疑 仍记得林书豪当初接受媒体采访 提到自己被NBA抛弃时 善然泪下以及如今的选择 竹梦NBA 仿佛都是在与命运 作斗争式的想法及选择 但即便无法重返NBA 他的那段林疯狂的经历 也将被历史永久地铭记 并激励着无数新生代们 不管将来如何 林书豪请记住 你都是被上帝眷顾的那一个 你已经足够优秀与传奇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